这个我们为什么需要来上这么多性格学 我们教会要讲九行 然后又有这个十六行 这个为什么我们要学那么多性格学呢 很简单 就是因为我们很关心人 我们基督徒很关心人 所以我们想要用各样的方法来认识人 那基督徒我们也很重视要认识自己 这个苏格拉底说人生最大的智慧是认识自己 这句话对不对呢 对不对 错 基督徒不是的 基督徒是什么呢 来我们读一下这个经文 预备 人生最大的智慧是什么 认识耶和华 所以如果你觉得你不够聪明不会的 你已经是很聪明了 跟你旁边讲说你非常聪明 因为你认识至圣者 认识至圣者 好 不过呢的确 所以佳奥文呢 神学家佳奥文 他说我们一生中最重要的是 其实应该是两个都要 一个是认识神 一个是认识自己 我们要学性格学 我简单讲一下 我们学性格学应该有几个目的 第一个当然就是要帮助我们自己生命成长 这是第一步 也是最重要的 你自己要生命先成长 你才能够去帮助别人 所以性格学呢 他可以告诉你 你软弱的地方在哪里 而且可以帮你命名 有很多人只知道自己很糟糕 很糟糕有问题 但是都不知道自己的问题在哪里 那么其实心理学有一个好处 就是可以帮你命名 跟你知道你那个问题在哪里 就很亮 好像把灯打开来 让你知道你有 生命里面有哪些的问题 所以性格学有这个好处 不过呢 我是我们的九型能格学 是我们教会的主轴 我个人研究九型 也研究十六型 我还是觉得九型其实是最能够帮助你 认识你生命里面最深刻的那个软弱是什么 但是十六型有一个好处 其实十六型的好处在哪里呢 就是他是四组相对的性格 等一下我们就会看 所以我有时候在帮助人的时候 会用九型 有时候用十六型 特别是帮助夫妻 有时候用十六型是很好用的 就是他是一个相对的性格 那不管如何我觉得我们很好学 多学几个性格学 对我们更认识自己是很有帮助的 你可以相辅相成 好 那当然我们当中因为我们这里最主要都是 侍奉训练学校的学生 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不是只是要帮助自己成长 我们渴望看到别人成长 我们想要去带门徒去关心别人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 这个耶稣怎么说呢 来我们来读一下约翰福音第十章十四节 请 对所以特别我们 如果我们当中很多人 你都是小组里面的同工 你也都在带领别人 我们的团队我们的教会很强调 一对一的带领 所以这个很重要 你要做一个好牧人 有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你要认识你的羊 所以其实九行真的是我除了圣经之外 用的最多的 因为你每一天都要接触人 每一天都要谈论人 都在帮助人 所以认识羊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你越认识他呢 孔子说我们要因财施教 这个是很重要 我们来学耶稣好了 其实我们要学怎么带门徒 你不要学谁 就学耶稣最好了 你看耶稣很懂得叫做 因财施教 比如说来我们很快看一下 这里面有三个人 第一个人 有一个人对耶稣说 主啊你无论往哪里去 我都要跟随你 第二个人是耶稣跟他讲说 来跟从我 他说主啊 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 又有另外一个人 他说主啊我要跟从你 但是容我先去识别我家里的人 好 如果我们这段经文 如果我们不要从灵性看 当然有很多时候是灵性的问题 我们不从灵性看 从恶性看 这三个人可以分成两组性格的差异 比如说第一个人 你们知道第一个人 他是很主动的 主动跟耶稣说 主啊 好我要跟随你 无论你往哪里去 我都要跟随你 你们觉得这种性格的人 是属于那种比较 感性 对冲动热情型的人 是吗 好 从九型里面大概就是三七八型的人 那这个十六型里面 可能就是这个外相啊 比较感性型的人 比较冲的那种类型的人 好你会发现啊 请问耶稣对这样的人 他对待的方法是给他踩油门 还是踩刹车呢 踩刹车 踩刹车对不对 你看他很豪情万丈对不对 他说主啊 无论你往哪里去 我都要跟你 我们牧师一定很喜欢这样的人 对不对 好 但是耶稣跟他说什么 狐狸有洞 天空的飞鸟有窝 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 意思就是考虑清楚哦 是吗 所以有很多时候 我们对教会里面有一些人 很冲动的 其实我在教会幕会越久 我就越觉得那种 一开始就很火热信耶稣的人 其实有时候也要小心哦 因为他们很可能就像圣经里面讲的那种 第二种土一样 撒在土浅石头地 听得到立刻欢喜领受 其实这样的人 他去佛教也会一开始很火热的 你知道吗 然后他来基督教也一开始很火热的 这样的 我不是说这样的人不好 我们当中可能有人 你就是从信主第一天一直火热到现在 有没有这样的人 举手一下 有啊有很多啊 丹妈也是一样啊 我们那个丹妈在那里 你们的SCCM的 从信主第一天就火热 直到如今 当然有 有可能有人就是属于这种类型的 但是有很多人真的就是他 一遇到问题立刻就会打退堂鼓 所以你看耶稣对这样的人 他很懂得 他不会被他那种热情就迷惑 他会知道你要考虑清楚 对不对 所以教会里面总有这样的人 每次呼召 要去非洲宣教他就冲到前面来 要去中东宣教他也冲过来 什么哪里都冲过来 这样的人 但是其实这样的人的危险就是三分钟热度 你要留意 好 第二个跟第三个人呢 就是属于比较考虑很多 是吧 他说主啊我想要跟随你啊 但是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 你们已经上过使用读经法了 其实这个经文的意思不是说他爸爸已经死掉了 他的意思是说容我先等到我爸爸过世以后 孔子说父母再不远游嘛 等我爸爸死掉以后我再来跟随你 所以这样的人就是他比较谨慎考虑很多 第三个人也是一样 就是属于比较谨慎型的人 比较犹豫不决的人 请问耶稣对这样的人是给他踩油门还是踩刹车 踩油门 所以懂吗你要因踩施教 所以其实我觉得带门徒没有那么简单的 每一个人不能都给他同样一个一种东西 是吗 要有智慧啊 比如说有一些比较内向型的人 你就不要让他整天都在这个学内在生活 他已经够内在了 整天躲在漫内不出道淫外了 你就要给他多一点讲宣教的书 成为有影响力的基督徒这种书 所以每一个人是要我们要因材施教 有些人学习的方式是比较喜欢用听的 你就送MP3给他 有些人喜欢用读书的 你就送书给他 所以要很有智慧 要懂得因材施教 这个是很重要的 比如说我们现在因为在讲十六行 说我就用十六行的东西 比如说有一个老师说什么呢 他说他第一天就说 我们呢这个课 学习的总分三分之一 是以你课堂参与的表现为根据 其实这个老师他这句话讲出来 就不懂十六行 你们如果这样那哪一种人会比较吃香呢 我们说我们用十六行来讲 你们还不懂十六行 就是比较外向的人 他就比较占便宜 因为他课堂就会很多回应 像硕硕分数一定很高 因为他懂也讲不懂也乱讲 有的人不懂一定不讲 懂也不会讲 你们知道那个周神柱牧师 周神柱牧师的太太是典型搭型 所以很外向 那周牧师你们就知道他很内向 他应该是六九行的 所以他说他两个儿子是完全不一样的 他有一个儿子是老师每次问问题的时候 这个他一定举手 然后等到举完手被叫起来才想怎么回答 有时候老师叫起来的时候他还说 不知道不知道你举什么手 那有一个学生他的另外一个儿子是 绝对不举手 这样很内向 所以这个 所以很不一样 所以我觉得这个老师他这句话一出来呢 其实是我觉得对那个内向型的人 就会很有压力 或者他也可以讲说 我的表现不一定是说你讲很多话 而是你很愿意参与这样就好 而不是说课堂表现 那这个就会造成那个内向的人会有很大的压力 好 来我们再来看认识性格学第三个 很重要的 他可以帮助我们建立美好的人际关系 而且学会怎么样跟别人团队 其实关系真的是非常非常重要 我们很多时候我们 侍奉很痛苦的原因 其实不是因为这个侍奉很难 而是人际关系 其实人际关系我们每天都要处理一堆的人际关系 所以学性格学是很重要的 就是我们就可以有一个工具来帮助我们 所以有很多时候呢 特别是在教会里面 我们人际关系有很多时候很多的冲突呢 不一定是灵性问题 我遇过有很多人觉得说 只要我们大家都多一点读经祷告 我们的问题就没有了 其实不是这样的 我们通常称这样的人叫做犯灵论 就是什么都跟灵有关 其实不是这样的 这个我在大陆就带一个教会 那个教会就是那个牧师就是觉得 只要鼠灵就够了 我那天跟云言传道在沟通 他就说那他应该要去问一下江秀琴牧师 你们都知道江秀琴牧师吗 他们教会是很看重灵性的 但是他们教会整个教会都在推我的酒行 他们买我的DVD去看 因为他们已经开始发现 光灵性好像还不够 有很多时候人跟人之间 其实不是灵性的问题 是有一些性格上的差异 所以性格就会跟恩赐有关 所以我们讲性格 其实最重要引导你的 就是让你知道上帝给你的那一份 是什么很重要 那你们知道如果恩赐不同 圣经里面用身体来比喻我们 其实就是每一个人的功能不同 就是因为你的功能跟别人不一样 所以你看事情的角度就会跟别人不一样 所以如果没有彼此很了解的话 就会打架 我们来看一个圣经的一段经文 这里讲到七种恩赐 我们看一下第一条叫什么 看白色 说语言 再来呢 其实这个执事应该翻译成叫做服事人的恩赐 比如说有一些人很喜欢帮人家做事 很有服务的行动 再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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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叫做七种 叫做所谓的动机型的恩赐 你发现这七种人 他面对一件事情 他看的角度就会完全不一样 我常常举一个例子 比如说假设 今天有一个姐妹 他要去挂那个牌子 然后呢 挂牌子那么高嘛 所以他就拿一张椅子 但是那张椅子 其实是坏掉的椅子 但是他不知道 所以他就把那个椅子就摊开来 结果一站上去就 哗就摔下来了 好 第一个跑过去的 可能是什么恩赐的人 怜悯的人 哎呀怎么样 你有没有受伤 然后那个 再来呢 服事人的恩赐的人 就说好 我去买药 因为他是跑腿型的嘛 好再来呢 谁说我这里有钱 谁 施责恩赐的人 我这里有钱 然后呢 再来就是教导恩赐的人 劝话恩赐 劝勉就是辅导 就像志豪牧师一样 他就会开始跟他安慰说 你现在要不要讲一讲 你现在的感受是什么呢 你的意思是说 你现在很痛是吗 这样就是 这个辅导一下 辅导一下 教导恩赐的人呢 教导恩赐的人比较客观跟有点冷漠 教导恩赐的人就跟他讲说 姐妹 你以后就是要小心嘛 对不对 你要把椅子摊开来站上去 要先看看这张椅子有没有坏掉 你看这个 其实他蛮冷漠的 对不对 那个怜悯恩赐的人就觉得 你怎么这个时候讲这个话 那请问他重不重要 很重要 不然他以后就笨笨的 就再下一次就摔死了 对不对 OK 好 再来呢 治理恩赐更冷漠 治理恩赐的人是只管事 不大管人 所以治理恩赐根本不管他 就开始说 到底是谁把这张椅子放这里了 坏掉的椅子怎么会放这里呢 你看这个更冷漠了 对 哇所以怜悯恩赐人就更气了 这个时候你还在管理智 大家就吵成一团 这个时候 说预言恩赐人就出现了 他说我觉得我们讲那么多都是人的话 我们一起来祷告 看看神要对这个姐妹说什么话 很厉害 请问他们重不重要 七个都很重要嘛 所以如果大家能够彼此互相的欣赏 跟接纳 就会非常的好 所以我们学性格学的目的 其实就是让我们学习去 接纳跟欣赏不同 我真的我最近坦白讲 我最近我觉得我教那么多性格学 其实我发现 我还没有学到这一点 我最近真的很认真在学这个功课 我这一次在那个 这个慧兰 我们那个宣教师慧兰的婚礼 就有讲这个信息 爱是很久忍耐 又有恩赐 我就讲到说 为什么爱是需要很久忍耐呢 因为注意听 有很多时候 我最近在学一个功课 就是其实我们都很想改变别人 那我们学性格就知道 有一些是他的特点 请问特点需不需要改 特点是不能改 我们有很多时候 我们很痛苦的原因 就是我们想要改掉 上帝给他的那些特质 所以你就会很痛苦 我为什么会学这个功课呢 其实我是一个 这个讲话比较急 有时候反应很快 这个就是我的 我觉得这个就是我的性格 当然有缺点跟优点 有一次我跟同工有一个冲突 我觉得他就讲了很多 天佑哥你就是应该要这样 那样那样 我就觉得压力很大 因为我觉得我真的很难 叫我变成一个讲话很 慢调失利 然后都先不要反应 真的很困难 我发现我实在很困难 我也很努力在学 那个时候巧琳姐就讲了一句话 那句话让我很有感触 我整天都在默想这句话 他就跟那个同工说 我跟你讲 天佑哥如果不是这样 他就不是天佑哥了 我觉得这句话给我很大的安慰 我那天听了眼泪差一点飙出来 我就觉得他这句话太得我的心 所以我现在不是用在我自己 其实这句话你不要用在自己 你不要告诉别人说 我就是这样啊 我如果不是这样就不是我了 但是如果你用在别人身上很好 真的比如说我举一个例子 你们等下就会看这个STJ跟NFP 这个我们先给大家看一下 16型就是他 先看一下他是四组相对性格 这个你们看 这个内向外向 务实直觉理性感性计划随性 所以呢 内向务实理性计划型的人 我们就用一个一串英文叫做什么 ISTJ 你们当中有多少人是ISTJ的举手一下 IX的也可以举手 XTJ的也可以举手 好 有多少人 我们当中有多少人你是ENFP的举手一下 ENFP的举手一下 ENFP OK 所以你们这两组的性格就叫做八字不合 就你们八个码都相反嘛 哇 你知道我们家 我的女儿是ISTJ 我的儿子是ENFP 哇 很不一样 你们家一国两字 对一国两字 然后你看这两种性格 就是他们是很相对嘛 比如说NFP 你看NFP STJ 就很不一样啊 是吗 所以我们STJ 简单讲STJ的人就是非常有框框的人 很看重次序的人 所以你看NFP的人遇到你就死掉了 N的人是天马行空型的人 N的人 P的人就是随性型的人 所以他们就会冲突了 但是我现在真的觉得 我看到NFP的人 我就会常常对自己讲说 我不要要求他 要变成像我一样 什么事情都是预先做 我举个例子 我们教会每个礼拜二早上都有 童工祷告会 那那个祷告会呢 就有一个童工来负责排 传道人带领 我们传道人轮流带领 那如果每一季排完之后就要换下一季了吗 你知道我们教会的小组聚会表是我做的 你知道我怎么能够不会Lost掉 很简单嘛 我就是比如说一到三月 三月以后 三月的时候应该要做四到六月的小组聚会表 你知道我在我的行事力上面 三月初我就会写小组聚会表 你们知道现在用电脑很方便吗 你可以变成这个叫重复性的嘛 然后三月初的时候那一个东西就会跳出来 那我就会去做 因为这是我做事的方法 我是STJ的人 但是NFP的人他觉得这种排小组聚会表 这个是小事啊 这是人生最小的事情 还有多大的事情需要你去负责 所以我们昨天排那个 祷告表的那个人就是NFP的人 你知道吗 比如说我们应该明天 昨天祷告 他礼拜一下午三点多发LINE给童工 那你知道 所以隔天的人如果他没看那个LINE就会什么 就会叫做开天窗嘛 所以昨天果然开天窗了 就他来的时候才发现 他根本不知道啊 我觉得情有可言 谁整天在那边守着LINE呢 我们有很多事要做嘛 对不对 那如果是S的人 他一定要嘛就提前 要嘛就说对不起 我今天下午三点钟才排完 所以我预先告诉你 明天第一个是你 对不对 你们觉不觉得这样做事比较稳妥呢 但是我昨天带着怜悯的心 去看待那个排的那个人 我真的觉得我如果要要求他 然后整天盯他这个 他一定死掉 他如果要用我的这种标准来要求他 他一定死 但是我昨天就是觉得 谢主没关系了 如果磨磨磨磨不是这样 他就不是磨磨磨了 谢主 但是我们童工就有一个很厉害 他就立刻跳出来说 好今天我来带 你看我觉得这种团队就很美 就是大家可以互相担待 我越来越觉得这个功课好像蛮重要的 那当然你要改变他 最好的方法就是加上又有N词 就会改变他了 如果你用N点去对待他 可能他就会更容易去改变 但是如果你要用一种 我是这样 所以我要求你要跟我一模一样 我那个人的压力他就会很大 他侍奉一定不快乐 我真的觉得这个就是叫做特质不同 所以你看我们这种STJ的人 我们这些小小碩碩碩碩的事情 我们都可以做得很好 但是呢我很欣赏这个NLP的 他们真的就是属于那种 可以做大事的人 非常好 所以这个是我觉得很不容易 那就是我们学性格学的目的 就是要我们彼此互相的来接纳 好 那我稍微介绍一下16型 他又称为叫做MBTI 那原因就是他有两个人 Males跟Bridge 这两个人是母女 那么他们发展出种所谓的Type Indicator 就是这个形式的测验法 这个显示法 好 就是简单讲 就是MVTI 有时候你会听到MVTI 就是指16型 那它呢 目前是全世界最流行的 比9型更厉害 它是全世界最流行的性格学 已经被翻译230种语言 全世界呢 前100强的公司都有90%引进MVTI 好 那我们刚刚讲的 就是这四组 它为什么叫16型呢 很简单 就是这四组性格 内向外向 务实直觉 理性感性 还有这个计划型跟随性型 这四组去配对 所以四乘四就多少 就出现 16个型出来 这样懂吗 好 那有的人英文不大习惯 16型的缺点就是一定要用英文 有一次上课的时候 有一个人说 可不可以不要用英文 我说那你怎么讲一个人呢 你就说我是内向 务实 理性 随性型 这个怎么在讲 ISTJ一句话就讲完了 所以 所以这个 我们就用一点字母 所以好来 我们上这个课呢 我知道我们当中有很多人 对英文比较排斥 所以我们第一个 你第一个任务 要把这八个字母的意思 知道它是什么意思 记下来 E 就是外向型 是E 很简单 你们看那个出口不是 写什么 EXIT 就是Y X IN I 是什么 内向型 所以当我们说 这个人是高E型的人 是什么意思 就是他非常外向 说他是高I型的人 是什么意思 就是他是非常内向 好 再来呢 为什么用S呢 它就是Sension 所以有的翻译成 实感型 那我们都用更容易 让大家明白的 就叫做物实型 叫Sension 那N呢 就是Intuition 但是因为它的 I已经被内向用掉了 所以他就用第二个字母 第二个字 这个第二个 这个英文字 好 叫直觉型 等一下我们都会一一 给大家介绍跟比较 但是你先知道一下 你们先把这八个字母 记起来 可以吗 好 不然你等一下听了 就会不傻傻了吧 好 我们说一个人 很高N是什么意思 他是非常什么 平直觉型的人 高S呢 他是一个非常物实型的人 这个叫高S型的人 好 另外一组大家比较熟悉的 我们说这个人比较理性 用哪一个字母 用哪一个字 英文字 T Thinking 他是比较思考型的人 那感性用哪一个字 英文字 F 就feeling feeling OK 那另外呢 这一组的翻译 就很麻烦 这个计划型的人 他为什么用J呢 他叫judging 所以有的人又称他叫做 决断判断 judge 就是判断 就是他是属于 很快判断型的 我们用一个 大家比较容易明白的 就叫做计划型 但是他也有 另外的名称叫 决断型 或者叫 规律型 我觉得这些名称 你就比较容易让你去知道 它是什么意思 那随性型最麻烦 他这个英文字 perception 这个字翻译成 知觉 感觉 感知 领悟力 很麻烦 所以这个字呢 有的人翻译成 理解型 有的人翻译成 知觉型 有的人翻译成 开放型 有的人翻译成 自在型 有的人翻译成 熟识型 很麻烦 所以我们 给他比较容易明白的 叫随性型 跟计划型 做一个对称 但是其他的名字 如果你也稍微知道一下 你就比较明白 其实你大致可以知道 你看名字 就大致可以知道 他们的特质 好 记起来了吗 先把这八个字母 来我先讲 来先把它记起来 十六型是哪四组啊 我们先讲中文 哪四组 第一组是什么 内向外向 内向外向 第二组呢 务实直觉 第三组呢 第四组呢 你第一个先记这四组 那再来记英文字 外向 内向 理性 你看就乱讲了 理性是什么 随性 计划 直觉 务实 记起来了吗 来记记记记 把它记起来 你不必记那个英文 那么长的英文 只要记这个字 这个英文字 这个字 是什么意思 好了吗 可以了吗 好 我现在讲 你就要立刻讲出字母 好 E是什么 S是什么 P是什么 P 不可以看讲义 F是什么 T是什么 Y是什么 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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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向是什么 随性是什么 直觉是什么 所以你现在知道这几个字了 我们休息十分钟 我们继续来看这个 我们就继续来看了 好